字幕君 介绍以螺旋边编织法编织的项链 我们首先要准备4密的角株 還有五咪的珍珠 三咪的珍珠 八零的日文小豬 還有十二零的日文小豬 那我們現在要先取一顆十二零的日文小豬 作為打豬使用 豬寶編織線我們取兩手可以控制的範圍的長度 不要太慘不要超過200公分 那加了一顆十二零日文小豬之後呢 由下往上回穿這一顆十二零日文小豬 作為打豬使用 那我們這個線的尾端我們要留有60公分 那我們可以先將這個60公分的線 先把它捲起來放在一個甲鏈袋裡面 如果你有捲線器就麻煩用捲線器 這是一個簡便式的收線方式 螺旋編織法 它有中間珠跟外側珠的概念 那我們這一個這條下面 我們的中間珠每一組都是四顆80的日文珠 那在外側珠的部分 會有三米的珍珠以及五米的珍珠 還有四米的角珠 那我們先做了第一組的這個外側珠 我們總共加了五顆珠子 兩顆的十二零一顆三米的珍珠 再來兩顆的十二零 那由下往上回穿四顆中間珠 那因為是第一次 所以第一段 所以這四顆都是新的珠子 那記得螺旋編織法的技法 它的最基本的概念 就是每變完一段 這個外側珠 都要把它由右下角往左上角翻 翻到左側 一定是這個方向 不可以是由右下側往左上翻 不可以 一定是要由下側往左上翻 再來我們再做下一段 就是接下來的每一段都是一樣 中間珠都是加兩顆新的 然後再一組外側珠 那在這一段來講的話 我們要把這個 中間珠其實都是五顆 都是兩顆日本小珠 再加上一顆這個大珠 然後再兩顆小珠 那只是中間的這一顆大珠 我們再做變化 那剛才這一組第一段的時候 是加三米的珍珠 那第二段的時候 我們加的是五米的珍珠 那我們就把這個中間珠 把它新的這兩顆中間珠 把它跟織帶抓在一起 因為我們要前進的是這個中間珠的部分 所以我們只要把這個中間珠 摸在手上就好 才不會影響你的編制 那一樣由下往上回穿 四顆中間珠 那在這一段來講的話 它就會有兩顆是新的 兩顆是舊的中間珠 那一次就要把它拉緊 這個一定每一段都要做好 才可以繼續下一段 那我們就把這個 現在編了這一段的外側珠 一樣往左上翻 如果我們把這個織帶 握在我們的指腹的上側 就左手的這個食指的上側的話 你的織帶的這個外側珠 只能往上翻 就沒有辦法往下翻 那它把它翻到 由上側翻到左側 這樣子 那接下來 下一段一樣是 加兩顆新的中間珠 然後外側珠的部分 這一次 這五顆的中間那一顆 我們要把它改成四米的角珠 所以就會是兩顆新的中間珠 再來五顆的部分 五顆的外側珠 這一顆把它改成四米的角珠 那一樣把它推到這個織帶 把新的中間珠跟織帶 推一下 看我們的這個 左手的拇指往下推 讓我們的這個中間珠跟織帶 密合在一起 然後再把這個織帶 以這個中指它往下壓在你的這個 讓織帶是在這個食指跟無名指的中間 中指的中間 那這樣子織帶就不會跑掉了 那我們再來做前進的動作 一樣是回穿四顆中間珠 一樣是回穿四顆中間珠 那一樣是有兩顆是舊的 兩顆是新的 一樣往左上 左上腳翻 好 那接下來呢 我們就是都是重複這個動作 每一次中間珠都是加兩顆新的 然後再一組外側珠 那外側珠的部分呢 會是 像我們剛才就是 三米的珍珠 五米的珍珠 再四米的腳珠 那接下來一樣就是加三米的珍珠 所以是兩顆新的中間珠 再一組外側珠 那這一組我們把它稱為是 三米的珍珠的部分 那當然三米的珍珠的前後 都各有兩顆日本小珠 那一樣回穿四顆 一樣往左上腳翻 要拉緊 一定要做這個動作 右手往右 左手往左 那再加兩組新的中間珠 兩顆新的中間珠 再加一組外側珠 那這一次就會是五米的珍珠了 然後再來就是四米的腳珠 所以就重複這些動作 我們來看一下 在這個支帶來講 第一段是中外側珠是三米的珍珠 再來五米的珍珠 然後四米腳珠 三米五米四米 就重複這樣子 三米的珍珠 五米的珍珠 四米的腳珠 三米的珍珠 五米的珍珠 四米的腳珠 然後反覆這樣子編 來介紹這個螺旋編織法的接線的方式 這個支帶就是我們剛才持續方法編織之後 這個珠寶編織線剩下十公分左右 就要來進行這個接線的動作 那我們另外取的珠寶編織線呢 也是一樣要雙手能夠掌控的範圍 所以也是不要超過兩百公分 那這個線穿進這個針之後 我們尾端大概留的兩公分至三公分就好 只是要帶線而已 那我們用反方向由這個支帶的最上方 這個反方向進來 前進最後一組的四克中間珠 進來之後呢 我們把它繞到不要拉太長 大概進來大概這個線進來 差不多十公分左右就好 那我們就回穿最後一組外側珠 再回穿最後一組的中間珠 並且再前進兩顆中間珠 再回穿 那你這個時候拉的時候這個線還有辦法往拉動 所以你要這兩條這個再 這個兩條把它固定起來 才不會這個線一直拉一直長一直進來 好 那這個已經再前進了兩顆的中間珠 那我們要回穿倒數第二組的外側珠 那注意線不要卡到珠子 那記得我們每一組的外側珠都一定有搭配的四顆中間珠 非常的明顯 好 這是一組 那我們要再前進 所以要再前進兩顆心的中間珠 好 再往下 往回 這裡是四顆是這一組五米珍珠的 那我們要再往前前進兩顆 回穿兩顆的中間珠 那它也有一組對應的外側珠 我們要轉一下 因為我們這個是螺旋邊 所以它會轉來轉去的好 那注意看一下這個線出來的位置在這裡 那它有一組對應的外側珠 就是這一組三米珍珠的這一組外側珠 那一樣回穿這個外側珠之後 再回穿到中間珠 三米珍珠的對應的四顆中間珠 再前進兩顆中間珠 因為我們剛才在編制的時候 中間珠都是加兩顆 好 那我們就一樣 以我們編制的方式 反方向 把這個線回穿進來 那你這個時候在拉的時候 你就會注意到 你的針已經沒有辦法往拉這個線了 因為它已經固定住了 那我們就把這個線把它穿到剩下一點點 現在大概還有四公分左右 所以我們可以再多固定 所以你至少要固定到五組左右 那最後這個部分 因為線已經不夠長了 那我就一次 因為線不可以留在外側珠 一定要前進到中間珠 可以把針拿出來 然後這個針我們一次前進比較多顆的中間珠 再把這個線穿進去 然後把線帶出來 最後這一小段我們就可以用工具把它剪掉 這個就不要了 不要剪錯囉 就是尾端剩下一點點的這一條線 我把它剪掉 一定要再回到中間珠的時候把它剪掉 不可以再外撐住 好 那這個時候你就會發現 在這個我們開始編制的這一端 在我們編制的這一端 它會有兩條線 一條呢 是剩下10公分的舊的線 那另外一條 就是我們剛才加的新的線 200公分的新的線 那現在我們就可以拿這個新的線 繼續做編制的動作 那等一下編了一段之後 再把這一條舊的線 一樣的方式 再把它收線收起來 收到支帶裡面 不可以直接剪掉 因為我們張海這裡 就是固定大概四段左右 那我們等一下這邊往前編之後 這一條線還要再固定在 我們將來編的這一段 大概四 也是叫四段至五段 然後才可以把線剪掉 這樣子我們已經編了 繼續編了新線 已經編一段之後 這個剛才接線的 這個舊線部分 我們一樣要來做固定的動作 不可以直接剪掉 那因為我們每次加珠 新珠的時候 都是加兩顆新的中間珠 所以我們每一次都是前進 兩顆新的中間珠 然後再回穿 它對應的那一組外側珠 像這樣子 這一顆珠子的外側珠 在這裡 三咪的珍珠 那我們就回穿這裡 然後再把它 再前進兩顆新的中間珠 然後再回穿對應的外側珠 這樣子把它限收掉 這樣子把它限收掉 感谢观看